總教練 今天請評價一下 今天的比賽的成功過程 今天比賽當然 我們跟中國隊打 我們球隊都會有一種很奇怪的壓力賽 每一次碰到中國隊 但是 就是說還好第一局 中國隊有兩個外野的杯球 處理的不是那麼理想 讓我們得到了三分 那有三分以後呢 選手就壓力就比較沒有那麼大 然後放手就是比較能放得開 所以以至於後面就是 整個趕機表現爆發出來 就是說到最後才提前把這場比賽結束 今天就 盡我自己最好的能力 然後幫助球隊贏球這樣子 那很高興自己表現得不錯這樣 然後球隊贏球 對不對 我覺得整場比賽 是不是還有其他 覺得 對於 對於整個比賽有一個 比較關鍵性的一些 包括像選手啊 跟那個 全手的表現 跟一些細節的地方 跟一些細節的地方 跟一些 比較放心的情況之下 比較放心的情況之下 所以大家表現起來 就 無後顧之憂 所以 才會造成後面這個結果 所以 當然每個選手都有他的功勞 他是關鍵還是脫手 那緊鋒當然是一個很主要的關鍵 對三星隊 怎麼準備 三星隊的比賽 事實上我們在到韓國以前 我們對三星就有做了一些了解 我們知道 三星球隊是一個很強的球隊 他有很好的投手群 有速度很快的一二棒 還有中心狼線 包括很強 所以基本上 對三星隊來講的話 每一個東西都是我們要非常去注意 因為三星本身是一支非常強的球隊 說我們要怎麼去應付 其實也沒有什麼方式的 就是把我們最好的安排上去 就是其他也沒有什麼選擇 所以說 你對三星隊的選手 每一個選手都沒有要 對三星的選手 所以總數部分則有以理會 所以說 多少分之大家 三星球隊中有很多選手 所以 你對三星的選手 有多的球隊 才能有很強的 我補充一下 就是說我們當然對上三星 就是看想辦法能夠在前面 要保持一個領先的局勢 假如說沒有的話 我知道三星有一個很強的救援投手 投到156公園 在台灣是沒有這種投手 所以假如說我們前面沒有領先的話 後面對我們來講就非常不利 黃總教練 就是今天這場比賽這樣的一個過程 對你來說 你覺得面對明年的比賽 你覺得是有比較放心 或者是有沒有比較擔心的 今天整個比賽的過程 當然我們來韓國以前 我們在總冠軍賽 我們的打擊狀況一直維持得還不錯 不過我們的總冠軍賽 應該是離亞洲之邦大賽有一段時間 我是怕說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整個球隊打擊的狀況 可能會有一些變數 但是經過今天這樣打下來 我想大家維持的狀況都還不錯 那以這個狀況下去 明天希望這個狀況維持下去的話 我們還是有信心 谢谢大家